当我带着一身的伤,告诉你,你赢不了,让你逃命的时候,你是怎么对我的?宋子昂给了丽霆川狠狠一拳,固执于急不上前,霆川,别过来,丽霆川冷声说道,所以我就如你所说,当了一回懦夫,你满意了吗?宋子昂揪着丽霆川的领口,大声质问,丽霆川道,我以为,离开丽家,对你来说是最好的选择。 丽霆川继续说道,你的父亲因丽家而死,你又在丽家,遭受了这么多的痛苦,我以为你该是怨我的,当年那个爱哭鬼,却因为我而变成了,如今满手鲜血,而疯狂地跪着手,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,但我不该选择逃避的,是我对不起你,弟弟啊,哈哈,宋子昂放声大笑,你居然会跟我道歉,堂堂的丽家大少爷居然,笑着笑着,眼泪就流了出来,该死,我居然觉得,你说的是真话,我真是疯了,丽霆川看了一眼身旁的顾之鱼。 而后说道,如果没有遇到他的话,我大概永远也说不出这种话,恐怕也永远不会意识到,我对你,做了多么残忍的事,你究竟做了什么?宋子昂看向顾之鱼,顾之鱼笑道,我只是替你,将没有说出口的话,和会做的事,都告诉了他而已,这么多年的纠缠,连我和丽霆川都搞不清,我们之间到底该如何,为什么你却能弄明白?宋子昂继续问道,你又凭什么笃定我的想法?是因为之前的对话?万一我是骗你的呢?顾之鱼道,因为旁观者清, 而且,如果你和我一样,都将庭川是做最重要的人,那么,我确实能理解你,也因此,我能感觉到,庭川对待你,和对待江亦锦时是一样的,不过有时会更凶巴巴一点。顾之鱼笑道,丽霆川赶紧拉住顾之鱼,好了,别再说了,哈哈,宋子昂再次笑了,只不过这一次的笑,却是发自内心的。 我的大哥当真是,娶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女人,真好啊,他确实值得你放弃薄命,丽霆川点头,虽然他的确值得,但我可从没有要放弃,顾之鱼道,如今的局面,比起逃跑,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,现在我要的不只是赢,而是和所有人一起活着,赢到最后,包括你。 丽霆川看着宋子昂,你是认真的,宋子昂问道,丽霆川点头,二比十年前,我们发誓要一起,将丽家夺回来时,还要认真,原来你还记得,看来你也没忘,两久的沉默后,宋子昂开口,反正我要命就一条,只要大少爷下令,谢信君首领,自然要听后拆遣。 那这次就大干一场吧,大哥,几人同意了战线后,顾之鱼为丽霆川清理伤口,撕丽霆川吃痛后退,顾之鱼一把将他拉住,忍着点,真是的,你也不躲着点。 而后转身,瞪了宋子昂一眼,还有你,下手这么重,宋子昂吓得一击灵,我可是憋了好久,话说先前因为私会大嫂,我可是被大哥揍得更惨啊,什么私会,别乱说,还有以后禁止翻窗户,进我房间,顾之鱼道,丽霆川点头,记住他说的,你敢再犯,我下手会更狠,是是,不过大哥,说真的你,恢复得还不错,虽然下之力量还需要加强,宋子昂摆摆手,丽霆川挑眉,那你就来陪我练练,我我做陪练,可是不会手下留情的,万一伤心的。 伤着你,大嫂会心疼的,宋子昂笑道,丽霆川道,那就不需要你担心了,不过要是我把你打伤了,带心让你休假,顾之鱼叹了一口气,你们真是我见过,最能闹别扭的笨蛋兄弟,明明能生死相依,却总是不肯坦诚相待,能变成之前那样的局面,你们各有一半责任,顾之鱼拍了一下桌子,你们都得好好反省一下,之后后可必须要齐心协力,顾之鱼插着腰,对两人说道,宋子昂冷汗直冒,没想到,我们会有被女人训的一天,不过是大嫂 我倒是不介意,要是之后遇到什么麻烦,大哥抽不开身,刘总得有人,留在大嫂身边吧,宋子昂突然凑近顾之鱼问道,丽霆川起身,一把拦过顾之鱼,那时,他就拜托你了,和大哥你确定,万一我要是图谋不轨,宋子昂摊手问道,丽霆川挑眉,我自然会给他留后手,况且,我老婆厉害着呢,你最好别小瞧他,丽霆川一点得意,顾之鱼点头,说得没错,我也正打算跟着玩玩,学一些防身术,要不到时,拿你试验一下成果, 顾之鱼一脸兴奋,宋子昂有些无奈,不是吧,你也来,那不行,丽霆川赶紧摇头,即使是揍他,也难免有身体接触,这小子一定会乘机占便宜的,那就让晚晚拿他给我掩饰,顾之鱼问道,丽霆川点头,这听上去不错,宋子昂十分无语,台步走出去,我就不留在这里,看你们恩爱了,有事再叫我吧,对了,刘曼让我转告,你让查的那个什么新人演员,是借着影视城投资人女儿的帮助进来的,其他没什么特别的,新人演员谁? 顾之鱼问道,丽霆川没有回答,独自喃喃道,不应该只是走后门才对,总觉得,顾之鱼继续问道,你查的不会是景经文吧? 嗯,丽霆川再次化身醋痰子,顾之鱼赶紧道,你那么在意那个小奶狗,虽然那种类型我确实觉得很养眼,但也仅此而已啊,我的心里只有你,老公,对了,之前你说,我对宋子昂一直凶巴巴的,我真的有吗? 丽霆川问道,顾之鱼点头,嗯,是啊,我想,那是因为,你在气他真的抛弃,你和江一锦逃走吧,不过,我感觉比起愤怒,其实你更多的还是难过,所以我觉得自己,必须做点什么? 顾之鱼继续说道,有那么明显吗? 丽霆川问道,眼神是骗不了人的,尤其是爱着你的人,如今你们重归于好,也算是一大剧情转折,况且我感觉也更了解你一些了,顾之鱼笑眯眯的看着丽霆川,是吗?我们之间的烂摊子,没给你留下什么糟糕印象吧?丽霆川问道,怎么会呢?只有想要被爱的人,才懂得如何去爱,我最喜欢这样的你了,顾之鱼轻轻摸着丽霆川的脸,当初就是因为,你想将我留在身边,才有了现在的我们啊? 顾之鱼道,说的也是啊,丽霆川将顾之鱼紧紧抱在怀中,顾之鱼继续说道,所以,作为你的妻子,我很乐意参与你任何的事,愤怒也好难过也好,我都想要知道,我今天,真的很高兴谢谢你,丽霆川说道,调解你们这对兄弟,可是比演戏难多了,就一口头的谢谢,顾之鱼问道,那当然不止,丽霆川说着,开始脱起衣服,我会用实际行动,让你满意的,老婆,等等等,我们可是在剧组,明天还要拍戏,顾之鱼赶紧说道,须丽霆川 顾之鱼的脖子,别想其他的,想着我就行了,至少,还有什么吩咐,今晚都听你的,除了,停下来,丽霆川在顾之鱼耳边,轻轻呼着气,那就温柔一点,顾之鱼勾着丽霆川的脖子说道,宋子昂出了房间后,脑子里一片混乱,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,我是在开心吗?魏江一锦冲着宋子昂喊了一声,霆川哥,刚才一直在用手机和我通讯,你们的对话,我都听到了,你不觉得该和我,也解释点什么吗?还要解释什么?宋子昂问道,解释我不是有意做的那些 坏事,还是我对大嫂没有非分之想,江一锦有些激动,一把拉着宋子昂的衣领,解释你,为什么要一个人搏命?我一直觉得,你背叛了我们,不论是在谢信君厮杀,还是接近丽海一他们,为什么不告诉我们?我和停川哥,竟然不知道,你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?从小时候开始我就一直搞不懂你,明明是相依为命的兄弟,江一锦越说越激动,我却还比不上,只认识了你数天的大嫂信任你,对不起啊,二哥,江一锦说着,忍不住哭了起来,宋子昂无奈地摇了摇头, 真是的,怎么连你,也变得哭哭啼啼的,很丢人的,宋子昂拍了拍江一锦的头,你管得着吗?江一锦一边擦着眼泪,一边说道,宋子昂叹了口气,看在你内疚成这样的份上,解释一点也不是不行,碎之祸你皆告诉你们,而是不能告诉你们,因为我原本的计划是,独自杀了丽海一他们所有人,宋子昂收起了吊铃铛的样子,一脸正经,若丽海一他们察觉到,大哥想要争权,随时都可能下手,不如先下手为强,宋子昂道,江一锦喊道,你疯了, 好歹跟我们商量一下,宋子昂摇了摇头,当时你们一个大病出狱,一个双腿残疾,还要暗中接手牧川,本就分身乏术了吧,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小鬼,想要杀一群黑道掌权人,的确是天真而愚蠢,宋子昂无奈地摇了摇头,江一锦心想,确实,所以我们根本没注意到他的行动,该死,只是装个监听器,没想到费那么大劲,那时的宋子昂,偷偷在丽海一他们那里,偷装了监听器,但总算是掌控到一点,他们的行踪了,而彼时的丽海一他们, 已经有所察觉,谢信君,竟然有些脱离控制了,是因为那个姓宋的小崽子吧,没想到他跟不要命似的,硬是赢了谢也,丽海一的声音传来,是当初大哥葬礼上,拿刀筒二哥的那个小子,谢信君真到了他手上,会不会有风险,说到底,现在的谢信君,是老爷子发展起来的势力,我们本就难以掌控,不如舍弃,二哥的意思是,我们在发展一支武装部队,没错,至于宋子昂,能用则用,但若他有任何可疑行为,就先杀了他手下的谢信君, 和那个姓姜的小子作为警告,毕竟是大哥留下来的养子,想必丽婷川也挺看重他的,日后若是我们的侄子不听话,就拿他的兄弟开刀,原以为我一个人行动,要是失败了,也不会有更糟的结果,但事实却是一个不小心,我和你,都会变成人质,宋子昂看着江一锦,从未有过的害怕,所以你,才会与我们疏远,甚至提利海一他们做事,江一锦问道,宋子昂点头,总之,已经过去了,多亏了大嫂,眼下他似乎成了敌人,想要拿来威胁大哥的首要目标,不过我们, 最好也小心一点,宋子昂说道,江一锦握紧拳头,绝不会让那群畜生,得逞的,我们三个,可不是当初任人宰割的小鬼了,要气势不错啊,宋子昂勾着江一锦的肩膀,笑嘻嘻说道,明明先前被我拿到威胁的时候,还发抖,江一锦赶紧道,啊我哪有,话说你还真敢提,我就是太久没见了,吓你玩玩,总让我们兄弟好好叙叙就去,你果然还是很混蛋啊,两人说说笑笑离开,殊不知这段对话,被锦经文听了个全部,也就是说,厉家即将爆发夺权之争, 而丽婷川的弱点,除了那个女人外,还有他的两个兄弟,正想着,手机消息提示音响了起来,还要多久能得手,还需几日,而发这条消息的人,此时正听着其他人的汇报,老板,丽家正公开抢夺我们所有的生意,许多产业正遭受巨大打击,该死,居然先从我下手,都是丽婷川害的,只是杀个人而已,哪里需要这么长时间,底下的人继续汇报,另外,丽家还在追查毒品流通的渠道,这老板咬牙切齿道,联系丽海一,让他想办法, 不然我和他合作的毒品生意一曝光,都得完蛋,无论如何,得尽快除掉丽婷川,让丽海一上位,然后给景金伦发了条信息,再给你二十四小时,要么他死,要么你死,景金伦择了一声,真是让人头疼的雇主,景金伦打开房门,看到一张笑脸鹰的脸,金伦,你去哪儿了,我一直在等你回来,在剧组的第一天,感觉怎么样,一切都挺好的,对了,一二,我想和鬼老师夫妻一起吃个饭,你可以帮我吗,当然,只要我办得到的, 任何事情都可以,谢谢你,帮了我大忙,次日,丽婷川看着手机的消息,皱了皱眉头,丁川哥,我们收到消息,那些家族又雇了不少杀手,目前谢信君正在追查中,丽婷川转头看了一眼,还在熟睡中的顾之余,剧组的消息已经全面封锁,我是鬼的情报,应该还没泄露出去,我去去就回,丽婷川问了一下顾之余的脸颊,他可是很重视这次拍戏,不能像之前那样,又被搅局, 干脆这次就来大干一场,以绝后患,此时的江一锦正吩咐下去,核查所有人的行踪,一个人都不能漏,宋子昂在一旁玩着刀,一脸无聊,都安排好了,丽婷川问道,不能让那些杀手混进影视城,我们换个地方彻底解决,江一锦点头,好的,亭川哥是不想,把大嫂卷进来吧,宋子昂挑眉,真体贴啊,不过你确定你也要去,你看上去,昨晚可是消耗不小啊,真让人嫉妒, 宋子昂一脸八卦,丽婷川照着宋子昂的肚子,就是一拳,放心,揍人的力气还是有的,久违的三人联手,这次要让所有人,见识我们的得厉害,丽婷川脸上露出一抹狠劲,宋子昂笑道,遵命,丽大少爷,丽婷川到底去哪儿了,我一醒来,他已经不见了,也不叫我,害我拍戏迟到了,顾之余气冲冲地问道,刘曼一边给顾之余化妆,一边说道,大少爷,要去办一些事,他已经安排今早的戏份,大多都是其他人的,少夫人不必着急,毕� 还需要不少时间,谢婉婉开口道,刘曼点头,他说的对,顾之余的脸瞬间通红,好啊,你们俩是在调侃我,沉浸于夜生活,谢婉婉赶紧摆手,不不,只是觉得大少爷未免有些太专注了,要是被镜头拍到,可就糟糕了,嗯,呃,我明明一直有提醒他的,等他回来,我要好好骂他,顾之余满脸怒气,对了,少夫人,尹氏城投资人的千金,中午想邀您和大少爷吃个饭,刘曼道,呃,为什么,顾之余问道,他说,是你的份, 不过地点定在了,有些远的地方,您意下如何,刘曼继续说道,顾之余想了想,嗯,既然是影视城投资人,那就是和廷川有合作的老板吧,当然要卖个面子,但大少爷那边,不确定是否能赶点回来,要不把时间改到晚上,不用,中午吃完,正好回来拍戏,我想留足够的拍摄时间,是反正那位千金,主要是想见少夫人,那我先去回复了,少夫人,真的不等大少爷吗,谢婉婉有些担心,万一惹得他不高兴,顾之余赌气道,横谁让他把我一个人丢在房间的,总之, 他最好早点赶回来,利亭川带着宋子昂二人,十分迅速地抓到了,想要暗害利亭川的那些人,并将人捆到雇主面前,那些人受不了折磨,当场指认雇主,宋子昂拿着刀冷笑道,大哥在历宅附近一现身,这群人就藏不住了,看来,你们很着急下手啊,还聚在这里,是要伤透,接下来怎么对付我们,宋子昂踩着那人的头问道,那雇主明显慌张了,胡说,你们有证据吗,将一锦听此,将一叠纸扔在地上,证据,我们不但有你们,顾兄上, 杀人的证据,还有你们一系列,违法犯罪的证据,这是我公司的私障,不不可能,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些交易记录,利家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,查到这么隐秘的情报,那群人急声喊道,搞清楚,利亭川勾起一抹冷笑,你们眼前的敌人不是利家,而是我利亭川,我们闯荡这么多年,岂会栽在一个,不得适的矛头小子手里,我们的人马上就到,你们既然敢送上门来,那就别走了,那人依旧强硬叫喊道,宋子昂笑容更甚,呵那你们,尽管叫人吧,看看, 还有谁能救你们,你们不会真以为,我是独自来的吧,话音刚落,刘子龙带着一群武装人员前来,真是久违的刺激,我怎么能缺席呢,迅速压制来,支援的人,封锁附近区域,另外派人查清他们的基地位置,处理完这些后,刘子龙出去打了个电话,毕竟利亭川在这边忙着,也就是说,顾志余现在是一个人,为恶刘总,顾志余接到刘子龙的电话,有些出乎意料,至于,听说你正在拍摄新戏,一切还顺利吗,刘子龙语气中满是关心,� 我这边刚刚开拍,目前都还挺好的,利爷说,目前他的身份还不能对外公布,不让我去探班,以免引人注目,刘子龙有些可惜,这样啊,嗯,你那边好像有声音,顾志余问道,只是自家部队在演习,不用在意,对了,有时间一起吃个饭吗,刘子龙吐了一口烟,顾志余婉拒,呃,今天不太行,我中午有约,下午晚上还要拍戏,有约了,利爷知道吗,刘子龙问道,顾志余照实回答,是影视城投资方的千金,想邀请我和他吃个饭,不过他可能赶不回来,影视城投资方的千 人,唐老板吗,刘子龙问道,顾志余答道,是的吧,那位千金好像是叫唐样,你认识,刘子龙道,因为合作的关系,算是认识,对了,不如我陪你去吧,也好帮你们互相认识,活跃下气氛,刘子龙满是期待,顾志余赶紧道,哎,这怎么好意思麻烦你,刘子龙继续道,没事,我可是想和你一起吃饭很久了,但利爷一直不答应,正好这次我帮了他点小忙,他肯定不会介意的,刘子龙自顾自地说道,顾志余有些慌乱,等等等,刘总, 还是和庭川商量一下,此时的刘子龙,完全不给顾志余拒绝的机会,那就这么说定了,我马上来接你,这真的没问题吗,顾志余喃喃道,我先前给庭川发消息,他都还没回,应该是很忙,算了,刘子龙毕竟是重要的合作伙伴,也不能太冷落他,顾志余看着,正拍完戏的景金轮,说起来,不知道为什么,我总觉得有点在意这个景金轮,是错觉吗,怎么回事,刚刚那一瞬间,他好像突然变得很可怕,而此时的景金轮,正怒气冲冲地对着电话讲道, 我说过潜伏期间,避免一切通讯吧,老板,那头的人十分着急,少废话,我得到消息,临时他们几个遭到袭击了,据说是立廷川率领部队下的手,下一个肯定就是我,也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多武装,真是见了鬼了,那人急声说道,我现在要离开这里,你设法把立廷川的女人带过,紧经文印下,我知道了,虽然和原本的目标不同,不过价钱一分不能少,人一到手,立刻结账,别让我失望, 而另一边,好几家公司的老总,都收到了袭击的消息,老老板,我们被包围了,对方的火力太猛了,怎怎么会,这怎么可能,我们也遭到袭击了,试试刘氏的部队,刘氏居然和立家联手了,搞清楚形势了吗,立廷川问道,这次我们可是打算彻底,摸清你们三个家族,所有的武装部署,你们不过是诱饵,将一紧盗,这就是所谓的围点打员, 什么,你们疯了吗,就算加上刘氏,这胃口未免也太大了吧,我们要是走不出这里,你们所有人都得陪葬,那群人急得大喊,立廷川冷眼看着他们,紧接着,他们就收到了更为崩溃的消息,老板,不好了,我们的股份在被大批量收购,许多投资人突然撤资了,很多合约项目也中断了,公司的资金被大量冻结,不可能,就算立家和刘氏联手,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,同时对我们三大集团下手,那群人始终不敢相信,立廷川叹了口气,笑道, 事实已经摆在面前,我们的胃口可比你们想象的还要大,奉劝你们还是赶紧投降,不然我二哥可没有这么好说话,江一锦看了宋子昂一眼道,宋子昂笑道,呵,交给我我早就手痒了,游艇抢人也好,放火袭击也好,我的大嫂也敢碰,要跟你们算的账很多啊,里面的惨叫声一声接一声,江一锦问道,应该不会出问题吧,立廷川道,我嘱咐过要留活口,只是下点狠手,这几个家伙才能乖乖配合,说的也是,不过看来段家和牧川那边也很顺利, 这三个家族现在彻底乱了套,乘胜追击吧,吞下这股势力,将有利于我们下一步,对付丽海一他们,嗯不过有点奇怪的是,江一锦有些疑惑,先前游艇事件主谋之一的赵氏,这次并没有参与,立廷川想了想,是因为爷爷在查毒品的关系吧,他和丽海一,现在都不敢有大动作,只可惜,丽海一他们非常谨慎,现在还掌握不到太多证据,嗯,赵氏那边似乎也找了杀手,江一锦继续道, 是吗,立廷川挑眉,那个老畜生到底还是,咽不下这口气啊,等一下,廷川哥,江一锦突然想起什么,急声说道,我们的人监听了他的手机,他刚刚联系了一个陌生号码位置在,尹氏城,而此时,刘子龙已经开着他的豪车,来到了尹氏城,至于,总算是见到你了,刘总,先前你帮了大忙,还没好好感谢你,这次这次又来麻烦你了, 顾之于笑道,刘子龙摆摆手,不用客气,我们可是有好赌四十亿的交情啊,等会儿吃完饭,我们再小赌几把,我车里的赌具,可是相当齐全,顾之于点头,很没问题,这次要让刘总回点血才行,那就要看运气了,不过我更希望你,还能赢,刘子龙笑道,顾之于正打算上车,景经伦突然跑来,气喘吁吁的喊道,等等,之于姐,景经伦,怎么了,顾之于转头问道,景经伦有些不好意思开口道,那个,其实我刚刚听说我的女朋友,要请你吃饭,可以让我一起去吗, 什么女朋友,顾之于有些惊讶,难道是唐亚,影视成投资人的千金,是你女朋友,是是的,我因为怕被人说走后门,所以进了剧组后,一直少有跟她联系,景经伦挠了挠头,但我真的很想和你一起,吃个饭,拜托了,景经伦一脸诚恳,顾之于有些不知所措,真是出乎意料的发展啊,这次本就是受唐小姐所邀,带上她男朋友,应该是可以的吧,顾之于向刘子龙询问道,刘子龙点头,你做决定就好,多一个乘客而已,嗯,那你就一起来吧,正好我还想和你聊一下, 拍戏的是,顾之于转头对景经伦说道,景经伦满脸笑意,好的,谢谢你,之于姐,之于的电话无法接通,这是怎么回事,丽亭川满是着急,江一景也同样着急,谢婉婉也联系不上,恐怕是通讯信号被阻碍了,那杀手果然潜入了影视成,该死,立刻定位谢婉婉身上的芯片,丽亭川的心开始慌了起来,我不该离开他身边的,一定要赶上啊,先切断通讯,接下来就是身边,那两个可能携带定位装置的女人以及,这个陌生的男人,坐上车的景经伦开始策划, 先前的情报中没有他,难道是新来的谢信君,景经伦瞄了一眼,坐在身旁的刘子龙,身后的顾之于开口问道,景经伦,你以前演过戏吗? 呃,出演过一些影视作品,不过大多是龙套角色,景经伦道,顾之于问道,是吗?谢婉婉也道,我就说,名字很陌生,我只是个没什么名气的新人,演技也还差得很远,景经伦谦虚道,差不多可以动手了,顾之于笑道,不啊,我觉得你演得很好,而且,你是真心喜欢演戏,并不是单纯为了工作,顾之于继续说话, 嗯,谢婉婉问道,这怎么看得出来?很容易啊,因为,她很像曾经的我,曾经的我刚开始演戏时,也是没有名气没有资源,甚至没有多少收入,顾之于垂下眼眸,回忆起那段岁月,有的只是一腔热忧,以及,享受演绎完全不同人生的感觉,你今天一上来就是哭戏,对于新人来说,要立刻投入感情,一变过,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,顾之于看着景经伦,满眼真诚,之于解过奖了,景经伦垂下眼眸,没想到,这个女人竟然能看懂我的心思, 可这次之于,不是你第一次演戏吗?我怎么没听说,你还有那样的经历,刘曼一脸好奇,顾之于赶紧胡说了个理由,是我以前上学时,偷偷跑过龙套了,不小心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了,总之我很看好你,你之后要不要考虑签,力达文化?顾之于问道,之于,虽然你是老板娘,但立爷要是知道,你这般重义这个小白脸,估计会不高兴的,刘子龙开口说道,景经伦看着刘子龙, 看样子,他和立廷川很熟,最好先和他说一声,还有我同行这件事,也由你来转告吧,刘子龙道,顾之于调侃,嗯,看得出来你有点忌惮我老公,你可是他恨不得,锁进笼子里的金丝雀,其他男人敢碰可是大罪,刘子龙毫不夸张地说道,顾之于摆摆手,不会那么夸张地摁,我的手机怎么没信号,不然用我的,谢晚晚拿出手机,嗯,我的也没信号,刘曼看了一眼自己的,我的手机也是, 这样下去会被察觉的,景经伦暗响,反正也到了计划的路线,谢晚晚道,谢兴君的设备,可是加强过信号的,即使在地下也能通讯,有问题,难道这附近有什么干扰,以防万一,我们立刻掉头,刘子龙大声道,该动手了,景经伦拿起刀,一把上前与刘子龙争夺方向盘,小心,你到底是什么人,谢晚晚赶紧挡在固执于身前,别碍事,景经伦喝道,喷出了一团黑雾,该死,你对他们用了什么东西,刘子龙问道,随后被景经伦狠狠 打了一拳,车辆不受控制地撞在墙上,谢晚晚赶紧问道,少夫人,您没受伤吧,顾智瑜摸了摸有些眩晕的头,我没事,本来不想这么乱来的,但意料之外的情况太多,我只能赶时间了,景经伦道,该死,这家伙是杀手,谢晚晚强,支撑起身子,杀手,顾智瑜盯着眼前的男人,我想起来了,在小说中,这个人只用过一次景经伦的假名,他真正的名字是,戴浩坠的顶级杀手陆京,先前我看到他露出可怕表情的时候,就应该警觉的,少夫人快下车 你快逃,谢晚晚吃痛大声喊道,景经伦冷笑,逃他能逃到哪去,解决了你们,要抓他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女人,还不是小事,景经伦得意的声音刚落下,就传来了尖叫,顾智瑜掏出电棒,狠狠抵在景经伦的后背,别小看我呀,竟然还带了这种东西,谢晚晚问道 顾智瑜点头,幸好将已经早有准备,以防之后再遇到袭击,扫扫你身上,最好带点防身的武器,但我在拍戏时不方便吧,那就让柳曼和谢晚晚,拿着贴身保护你,晚晚你流了好多血,顾智瑜十分心疼,少夫人,这点伤不碍事,我们快下车,可是柳曼和刘子龙,只要恢复了通讯,我们立刻,就能求援,两人刚下车,身后的景经伦就跟了上来,太迟了,你们真以为能从我手里逃掉,顾智瑜有些吃惊,什么,最高功率的电机, 居然没让他昏过去,老老实实跟我走吧,景经伦道,顾智瑜大喊,等等,景经伦,只能赌一次了,你是别人雇佣来的吧,对方出多少钱,我可以给你双倍,顾智瑜道,虽然现在他是敌人,但在小说中,他可是后来将一紧找来,保护庭川的一大战力,你要收买我,景经伦问道,顾智瑜点头,只要是谈钱的买卖,那我就有足够的资本,虽然因为钱财留下的,但即使到最后,他都没有离开,顾智瑜继续道,况且,我能给你的除了钱, 还有演员生涯的沉默,只要你愿意,我先钱在车上的邀请,仍然作数,你说的没错,刘子龙拿着枪,对准了景经伦的脑袋,不仅是利家,我也不会放过你的,刘子龙你的伤还好吗,顾智瑜问道,刘子龙点头,一脸不满,还死不了,但我好不容易等来的,共进午餐,还有赌局的机会,都被这小子破坏了啊,说谁派你来的,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,刘子龙问道,景经伦冷笑, 我要是死了,你们也活不了,什么,你们已经中了,我调制的毒药,半个小时内没有解毒剂,必死无疑,那是毒药,谢婉婉大喊,顾智瑜想起小说里的内容,对了,毒杀是他最擅长的暗杀方式之一,而且我身上只有两份解药,其他的,藏在别的地方,景经伦继续道,你这混蛋,刘子龙咬牙切齿道,那么,在场所有人的生死大权,都取决于你了, 你要跟我走吗,顾智瑜,力停川和江义警赶来时,只在现场看到了刘子龙的车,以及倒地的谢婉婉和柳曼,智瑜在哪儿,对不起大少爷,少夫人和刘总,被那个杀手带走了,你最好别耍什么花样,景经伦道,顾智瑜冷哼,我不会拿自己的命胡来的,景经伦,顾智瑜还是不放弃,希望你能慎重考虑,我之前的提议,景经伦不解,你为什么要坚持和一个,命徒谈条件,我袭击了你们,就只能是敌人,别浪费时间,想要活命的话,就赶紧, 你跟上,这里可有不少守卫,我建议你,还是先把枪收起来,景经伦看了一眼刘子龙,刘子龙问道,则解读机到底在哪儿,为了确保我不会跑路,雇主会拿走,装有我某些物品的密码箱,剩余的解读机也在里面,这是杀手行业的规矩,顾智瑜问刘子龙,刘子龙摇头,没听说过,是我所守的组织,定下的,不过我从诸师手,自然也不担心出问题,景经伦解释道,顾智瑜不解,可如果你的雇主,以密码箱为要挟,对你不利呢 毕竟买凶杀人这种事,死无对证,才是最安全的吧,小说中好像也提到过,这个密码箱的存在,那或许会成为拿下它的关键,可你真的很有意思,密码箱是有定位的,景经伦道,快这些货,绝不能落在丽家手里,不远处的人喊道,景经伦继续说道,若是雇主违反交易,那完成任务的目标,就会变成他了,嗯,你怎么才把,那女人带过来,赵财安有些不耐烦,刘子龙怎么也在,景经伦问道,你们认识,刘子龙冷笑,原来是你啊,赵财安 你果然,也在伺机报复立爷,眼见大事不妙,就想挟持他老婆开溜,你跑得掉吗,刘子龙问道,该死,这到底怎么回事,赵财安大声问道,这个男人和顾知愚,都中了我的毒,算是我给你买一送衣,景经伦笑眯眯地说,赵财安气不打一出来,什么,你这个多此一举的蠢货,立家已经很难对付了,若是在招惹刘氏,顾知愚看着眼前的人,心想,现在摆在他面前的,只有两条路,要么投降,要么杀人灭口,赶紧把刘子龙杀了, 伪装成其他人干的,赵财安急声下令,景经伦道,那是任务之外的范畴,你要先结账,并把密码箱交出来,少跟我废话,你要是不干,那就和他一起死,注意留那个女人活口,赵财安大手一挥,景经伦,选吧,这是你最后的机会,顾知愚道,景经伦挑眉,你好像知道会变成这样,顾知愚继续说道,我还知道,你会选择能活下来的那一方,喝景经伦冷笑,随后按下了手中的按钮,随后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, 伴随着一阵阵哀嚎,我早就调查过,他在筹备跑路,以防赖账,便提前做了点手脚,景经伦捂着鼻子道,刘子龙大喊,刺激,顾知愚看着眼前的一幕,虽然小说中有写,他一向会留后手,但我没想到,居然这么夸张,就救命啊,赵财安苦苦哀求,刘子龙拿着枪抵在他头上,知道你输在哪儿了吗?从最初的游艇上开始,一切都是因为你们,不该对顾知愚动心思,不过是一个女人而已,你们现在还在我的地盘上,真以为能赢,赵财安 问道,刘子龙冷笑,动手,很快,赵财安的热泉不倒地,这是,景经伦满是震惊,呼你真的不知道,挟持的另一个人是谁,顾知愚问道,他可是刘氏集团的总裁,刘子龙啊,本来想一枪,了结你的,但让知愚看到,这么血腥的场面可不好,刘子龙看着赵财安冷笑,要是他之后没心情和我赌,那我可就亏大了,啊完了,全完了,赵财安彻底崩溃,先前我发给他,吃饭的时间地点时,他就说了,顾知愚晃了晃手机,真的是, 彻底栽在你们手上了,景经伦叹了口气,你们要的解毒剂在这里,刘子龙接过解毒剂道,你应该知道,如果这些药剂有问题,下场是什么吧,放心,我的任务已经失败,我不会做无谓的事情,以防万一,先给他打一只,然后我来最后,你再用,刘子龙对顾知愚道,顾知愚摇头,不必这么警惕,景经伦先前已经选择,站在我们这边了,还是让我先来吧,看着顾知愚拿着针,就往手上扎,刘子龙大喊,之余,顾知愚笑道,刘总,这又何尝, 竟然不是,一场赌局呢,我赌可以相信他,小说中他从不杀,任务目标以外的人,所以这解毒剂,肯定是真的,你果然是最棒的的赌友,那接下来,你准备怎么处置这个杀手,刘子龙问道,嗯,这个嘛,顾知愚看了景经伦许久,我得和廷川商量一下,刘子龙笑道,那他的下场,就只有死了,顾知愚心想,说的也是,我在幻想什么,正想着,立廷川着急的声音,就传来,之余,一旁的江一锦松了口气,嫂嫂,幸好没出事,立廷川上前, 紧紧握住顾知愚的手,你怎么能擅自离开影视城,明知道我们不在身边,还敢乱跑,受伤了吗,顾知愚赶紧道,廷川,我没事,我让柳曼通知你了的,再加上还有刘总,带着武装来为我保驾护航,顾知愚拍了拍立廷川的手,一旁的刘子龙道,立爷,你这次又欠我一个大人情哦,那你还不是遇到危险了,还被拐到这里来,立廷川依旧十分生气,顾知愚赶紧解释,虽然过程稍稍有一点惊险,但我和刘总联手,抓到了幕后 直视者赵才安,另外还有不小的收获呢,你不是一直在找吗,赵氏暗地里,进行毒品走私的证据,顾知愚指了指身后,原来藏在这里,将一紧到,刘子龙撇撇嘴,是啊,难怪赵才安一见我,就急了眼,看来是怕我的人,赶来这些东西就暴露了,有了这些,就能撬开赵才安的嘴,还能顺藤摸瓜,调查立海一他们,立廷川看着顾知愚,所以为了这些,你又拿自己当诱饵了,顾知愚摇头,不是了,他是因为中了毒,才不得不到这里来的, 紧金伦开口说道,紧金伦,江一紧有些惊讶,是你,你就是那杀手,立廷川冷声问道,江一紧道,居然是唐老板女儿,塞进剧组的那个新人演员,紧金伦解释道,赵才安顾了我,原本的目的是杀了你,但因为形势突变,而变成了要挟持你的女人,是吗?立廷川问道,那你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,顾知愚赶紧道,廷川等等,本来想慢慢解释的,怎么他自己一下子,全招了,给个痛快吧,干杀手这一行的,早就做好了觉悟, 紧金伦道,顾知愚赶紧挡在他身前,他最后制服了,赵才安他们,至少留他一条性命,他给你下毒,挟持了你,害你差点落在敌人手中,你居然还要为他求情,立廷川不解,没错,顾知愚道,为什么?这下连紧金伦都有些不理解了,顾知愚道,因为我答应了你,既然你做到了,那我又怎么能反悔,廷川放过他,求你了,你为了这个家伙,求我,立廷川的语气中,带着不满,他潜入剧组的目的是杀我, 后来又变成了绑架你,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?顾知愚点头,我之后会跟你好好解释的,但他现在已经不是敌人了,这一点我可以证明,确实是这小子,搞定了赵才安他们,刘子龙拍了拍立廷川的肩膀,立廷川没再说什么,转身道,随你处置吧,将一经你先带他回去,是廷川哥,赵才安在哪?立廷川问道,我带你过去吧,刘子龙朝顾知愚摆了摆手,至于,等会儿我和立爷,再去接你吃饭哦,这就放过我了,紧金伦问道,顾知愚道,怎么可能? 你先跟我们回影视城,之后再决定怎么清算? 呃,嫂嫂,你不会还想,让他继续待在剧组里吧?江一锦问道,顾知愚摸了摸额头,没错,注意别让剧组其他人,察觉异样,嫂嫂,你究竟为什么,要这么护着这部杀手? 哦,廷川哥这次是真的很生气啊,江一锦不解,顾知愚无奈,我知道,但我不得不得这么做,紧金伦不能死在这里,因为我所知道的未来需要有他,顾知愚觉得,还是有必要,和江一锦说明一下,江一锦一愣,什么,卧槽,穿越欲知未来,江一锦满是不可置信,顾知愚道,我知道这很难以置信,但这是唯一且合理的解释,难怪廷川哥,让我去调查那个家族的事,江一锦道,顾知愚问道,那个家族,国外有个神秘的苏姓家族,流传着川哥,让我去调查那个家族的事, 穿越者的传闻,据说还发生过死而复生,虽然他们,也算家大业大,但族人形势极其隐秘,目前还没什么头绪,江一锦解释道,如果是真的,那发生在我身上的事,并不是巧合,顾知愚道,不过这还需要好好调查,但眼下要忙的是太多,会稍微搁置一下,嗯,还是等形势,安稳之后再说吧,江一锦点头,总之先前游艇上的几个家族,本不该与亭川起冲突,所以是因为我的存在,导致剧情改变,才令赵财安雇佣了锦经轮,而他本该是后来你 请来的帮手,顾知愚继续道,其实我最近,的确有在物色新的人才,听你和谢婉索的描述,那个杀手,的确有着过人的身手和手段,江一锦道,没错,顾知愚告诉江一锦,所以,你得设法拉他入伙,他在之后,可能会救你们的命,小说中送葬,在最后才回来,在那之前的主要战里,就是陆京,我知道了,那亭川哥那边,江一锦问道,顾知愚叹了口气,交给我吧除了我,大概没人敢去面对,正在气头上的他了,求你们, 杀杀了我吧,赵财安哀求道,想死,没那么容易,力听传道,刘子龙翻动着手中的资料,这么大量的违禁品,应该有特定的渠道,单凭赵家恐怕做不到,还有其他帮手,赵财安紧抿着嘴唇,他们现在只有这批货的证据,但要是全查出来,整个赵家就都彻底完了,这时,一人匆匆来报,大少爷,负责监视的人报告,赵氏家属,在逃去机场的路上,遭遇伏击,什么,赵财安猛地抬起头,那人继续说道,我们的人成功, 但对方有备而来,没能得到有用的来历情报,和刘子龙冷笑,看来有人担心,赵老板说漏嘴,想抓你的家人作为人质啊,那帮畜生竟然,赵财安咬牙切齿刀,力听传拿着刀,抵在赵财安的脖子上,我的人,可不是去保护你的家人的,你也不想赵氏的所有人,都给你陪葬吧,实力海一,赵财安道,和我合作进行毒品生意的人,是你的二叔,核实他所说的所有证据, 然后一并交给警方,力听传吩咐道,求你放过我的家人,赵财安哀求道,之前你怎么没放过我的家人呢,力听传冷声问道,不求你了,赵家的,一切都给你,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,赵财安声嘶力竭喊道,力爷,把他交给警察,也太不解气了吧,还不如我们直接,刘子龙道,力听传道,那是力家的行事方式,不是我的,哦,差点忘了,力爷今后是要走正道的,这么说赵财安的家人,刘子龙问道,力听传道,他们并不知道, 赵财安的真面目,到时会亲眼见证,赵财安的最后下场,被至亲至爱之人抛弃,才是最绝望的惩罚,与此同时,抱抱歉老板,我们被埋伏了,赵氏的人被救走了,一群饭桶,没想到力听传,居然料到了这一步,二哥,这下怎么办,只有将赵财安,最重视的妻儿抓到手,才能彻底封住他的嘴啊,别慌,虽然现在他有了我们的把柄,但他也不敢,把我们逼急了,与其等着他做好一切准备,不如主动摊牌,试手好好的,和我们的侄子聊聊了,嗯, 嗯,该让他明白,自己根本是在徒劳挣扎,那选什么时候,就选,老爷子大寿那天吧,少少夫人,太好了,您平安回来了,谢婉婉抓着顾志余的手,终于松了一口气,顾志余问道,婉婉,伤势怎么样了,对不起,我太没用了,要是您这次出事我真的,谢婉婉边说边抹起眼泪,婉婉,顾志余安慰道,别这么说,你已经做得很好了,每次都是,你挡在我面前,之后也要继续拜托你了,顾志余笑道,是谢谢您还信任我,谢婉婉道,江少爷, 你怎么把这个杀手带回来了,不该直接处理掉吗,谢婉婉指着景经伦问道,江一锦探了探手,这是嫂嫂的意思,恩顾志余点头,我打算让他加入谢信君代罪立功,而且是由你来负责他,什么,谢婉婉一脸震惊,少夫人,她可是,袭击了我们的人啊,景经伦也有点疑惑,是啊,而且,我有所属的组织,顾志余道,我知道,江一锦已经调查了你的来历,你所属的杀手组织,在道上也算小有名气,对丽家而不算难查, 这个组织一向,收养孤儿并培养成杀手,同时在体内植入炸弹来防止背叛,说起来和丽家有些相似,另外我还查到,很有意思的一条情报,这次他们派出的人,虽然身手一流,但据说从未成功执行过任务,江一锦道,和景经伦笑道,丽家的地下情报网,真是可怕,没错,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,顾志余笑道,那你的确,抓住了最后一次机会,虽然时间上早了一点,但和小说中一样,景经伦你想要自由吗,顾志余问道,当时在车上,你本可以杀了, 除我之外的所有人,可你没有,反而还让刘子龙带着枪同行,你内心,是希望我们能自救的,你不是杀人机器,小说中后来的他,是在丽家的帮助下,脱离了组织,这应该就是,他效忠的原因,为什么,你总能看穿一切,景经伦问道,因为我是个演员,能读懂你的眼神,顾志余笑道,那你的回答呢,景经伦,我的名字,叫陆京,陆京朝着顾志余鞠躬道,景遵您的吩咐,少夫人,令人满意地回答,那么剩下的就交给你了, 顾志余对江一锦道,江一锦点头,没问题,我会和庭川哥说声,和我说什么,立庭川满脸怒气,这个杀手怎么在这里,身后的刘子龙,笑眯眯地朝顾志余挥了挥手,志余,哈哈哈哈,从来没成功过的顶级杀手,赵财安可真是个冤大头啊,刘子龙看着陆京,忍不住大笑,陆京撇嘴,要不是你,我这次能成功的,毕竟任务目标变成了绑架,二也不一定,毕竟在车上, 你邀请我的时候,我确实动心了,陆京看着顾志余道,顾志余问道,所以说,你注定是会加入利家的,我可还没同意,谢信军中的外星,是非常罕见的特例,一个半吊子杀手难以服众,何况,如何断定你值得信任,立庭川道,顾志余心想,这下有点麻烦,小说中并没想写,陆京是如何赢得庭川信任的, 这回也只能靠他自己了,你能倒戈向我们,那日后形势不妙,也一样可以投靠我们的敌人,立庭川道,陆京冷笑,我从七岁起,心脏附近就被安了一颗炸弹,谁拿着控制器,谁就能决定我的生死,哪里还需要信任,陆京的话,让在场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,刘子龙问道,真是残忍,话说谢信军,也是这样的吧,谢婉婉答道,是的,但大少爷从不用芯片,来控制我们,陆京有些惊讶,什么,庭川,他想要脱离 杀手组织,和你舍弃谢信军芯片的想法,根本上是一致的,固执于拍了拍立庭川的肩膀